股市無視疫情影響 會漲的股票 它就是會漲 當股價短暫回檔 你就是要把握時機 積極的低接 其實股市的操作就像 NBA打籃球一樣 低接 購買 得分入袋 親老師每天都會在節目跟你分享 韓式的分析 跟個股的獲利狀態 用全面性的氣勢分析 跟未來營收的一個成長狀態 帶你掌握 價值銀投資 標股掌停的時期 快點訂閱 蔡慶榮價值銀投資的YouTube頻道 更可以直接加入我的 LINE A Telegram FB 讓慶榮球星 帶你 標掌停 得分破代 獲利滿滿